YES PLEASE WITH THE SAME AND DING 喂喂喂 你在 幹嘛啦 喂喂 為什麼啦 因為這些東西是真的可以養在家裡的嗎 今天是我們的奇珍異獸第二彈 第一彈我覺得已經非常精采了 第二彈還會有什麼東西出來嗎 妳還記得第一彈有什麼 讓妳覺得驚為天人的寵物嗎 我覺得路很厲害 吃我們布井的那條路嗎 對 我覺得路還有那個什麼鴨 可耳鴨 可耳鴨啦 但是上次還有那個啊 那個裝和善的那個碗熊 然後把主人的脖子都刮爆 然後還有毆打那個 搖搖的鱷魚 所以就是這邊啊 今天應該會比較溫和派啦 但是也是大家平常在家裡面 是絕對不太會飼養的寵物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有四位來賓 歡迎薇薇 雨昕 咪雅還有Pak 對 他們四個旗也都有養奇珍異獸 像薇薇妳養的是 髮豆 很多髮豆 你說這是鼻子很扁是嗎 對 那雨昕呢 我養紅貴賓 對 這個也很少見 蛤 這是奇珍異獸啊 我們大家就是都要說很少見 對 紅貴賓 很可愛啊 就是小隻的玩具的那種 那蜜牙呢 就我自己本身養狗跟毛 可是我撿過很多寵物 那我前陣子都撿到一隻鳥 可是我撿到的是 好像是白紋鳥 牠連毛都還沒長出來 然後我就撿到 然後我就帶回家 然後我的室友那時候就說 妳就是買早餐嗎 妳帶一隻雞回來這樣 然後牠就嚇到 幾個鳥也差太多了吧 牠就想 因為牠就是眼睛張開 然後我就這樣拿在床頭 我說妳看我撿到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想辦法 然後牠以為是小雞是不是 對 然後我們就在想辦法 然後他們打電話去 就是那種動保單位 結果牠就說這是外來種 所以牠們沒有辦法養 叫我自己去幫牠找主人 或者是我自己養下來 那時候對 我就在想說自己養下來 可是因為我的貓會一直去虧牠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送走 然後送去給一個朋友 然後牠後來在我朋友家長得非常好 就是那種叫牠 牠叫淺淺 那叫牠牠就會飛過來 站在手上這樣 真的喔 對 可是前幾天就發生了 一個悲劇 我大概是兩個禮拜前 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牠就說淺淺死掉了 我說為什麼死掉了 牠說因為牠就是跟在 牠會跟在人的腳邊 結果牠爸一個亮槍把牠踩死 踩扁嗎 對 然後我當下我聽到 那會噴汁耶 我不確定有沒有到扁 可是我就是很難過很難過 後來但是牠又說就是 這個聽起來是一個很恐怖 跟很難過的故事 可是牠說 牠爸媽已經十幾年沒講話了 是因為這隻鳥的關係 所以牠爸媽就開始有互動 所以死掉之後 又有兩個不講話嗎 又安靜 這我不知道 因為這其實是兩個禮拜前 才發生的事 我沒有更新近況 可是牠就是有跟我講完 這件事情之後 牠就說很感謝你 然後我媽媽也想跟你說謝謝 就是你把這隻鳥送來我們家 那Peg有養過什麼奇怪的動物嗎 我也是養狗 我覺得動物很好 讓人家可以聊起來 但是我公司有個新同事 我就為了想要跟牠感情好一點 我說那你有沒有養寵物嗎 他說有 然後牠說牠養蟑螂 我就聊不起來了 因為我很怕蟑螂 牠是真的飼養還是家裡蟑螂 蟑螂沒什麼好養的啊 牠養五隻 然後是馬達加斯加那個品種 就比較大 還有品種 對 牠就是蟑螂 蟑螂跟牠就是要打扁啊 不能這樣講 但是牠就很愛牠的蟑螂 然後我說那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呢 他說牠目前至今還沒有找到 跟牠一樣喜歡蟑螂的人 誰會養蟑螂嗎 沒有人會養蟑螂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 今天呢 五位那個珍奇異獸的訓練師 都來到現場了 第一位非常的特別 因為牠的名字跟一位主播 是算是同名同姓 讓我們來歡迎第一位 簡歷哲 來 這邊第一隻這樣吸 長得有點嚇人 妳 金家敗卓的書件 妳好喜歡簡歷哲喔 開玩笑我就是簡歷哲 簡主播又AKA龍貓主播 好可愛喔 因為我家有很多 只有家的十四隻 十四隻 十四隻 對 要不要考慮 十四隻這個東西 對啊 很可愛 什麼叫這個東西 超可愛喔 摸摸看 摸摸看 牠不會咬人嗎 不會 摸牠哪裡啊 摸身體 妳說牠們 牠叫什麼 牠是龍貓 然後牠是什麼類 其實呢 牠們是捏齒類 捏齒類 妳最愛的 妳看牠老鼠嗎 但牠其實不是 可是牠有點不像老鼠 你自己看牠嘴巴動的那個速度 就是老鼠的速度 就是老鼠嘛 而且妳看看 妳看看牠的那個指甲是不是 其實沒有耶 牠們沒什麼小指甲 牠們手手跟人一樣 都是五隻小指頭 其實蠻可愛的耶 不過還有牠的尾巴是毛的 就沒有那麼可怕 牠就像松鼠啊 松鼠加兔子的合體 而且妳摸摸看牠的毛 好可愛喔 牠們應該攻擊性不強吧 很弱啊 就噴尿而已啊 跟罵人 就這樣 罵人 對 牠會喔 像這隻很可愛 噴尿跟罵人 那不就跟喝醉酒的人一樣嗎 它的攻擊力 也是 妳知道罵人罵什麼嗎 這隻就會罵人 牠就可以表演罵人 好 請牠來表演 對 牠這隻是 牠也是有嗎 對啊 牠是 但是牠比較特別 牠是捲毛種 那其實這幾隻 都是我帶來比較特別的顏色 妳要拿這個嗎 對 我要把它拿起來 然後 什麼啦 有嬰兒嗎 有嬰兒嗎 奇珍異獸是嬰兒 嬰兒真的很奇珍異獸喔 真的 我嚇到耶 來來來看牠會不會罵人 有沒有聽到 這是牠罵人 有喔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有沒有真的要罵人 有 差不多 她說不要 不要放我 所以這隻牠是攻擊性比較強嗎 也不是 牠們其實真的沒什麼攻擊性 牠們好養嗎 其實蠻好養的 如果妳知道的方式的話 就是牠 其實最大的麻煩是要吹冷氣 一直要吹冷氣 沒錯 24小時 然後大概維持在20到 差不多20度左右 這麼冷 牠們的屎是不是就是小顆小顆的那個 剛剛已經掉到地上了 對啊 有啊 蒸露丸 而且牠其實是硬的 牠不會被踩扁 你趕快吃啊對不對 我現在喉嚨很清爽啊 真的 其實蠻好清理的 牠為什麼要吹冷氣 是因為其實 龍貓的體感溫度 大概是人類的加7度 那像我這個是長毛龍貓 是加10度 所以如果這裡20度的話 其實牠們的感覺已經是30度 可是龍貓是會認主人的嗎 非常會啊 你看牠們現在在我手上就很乖 但是牠們的娃娃現在 想要抱牠們的人 是可以抱的嗎 可以啊可以啊 不會不會 牠們真的很友善 好可愛 好可愛 你們想抱嗎 真的超可愛 而且牠們沒有什麼味道 不會 對 真的沒有味道 這個是不是牠會自己洗澡 還是這個 我自己滾的 我有 洗澡是最療癒的畫面 等一下我來表演牠們的洗澡秀 好好摸的毛喔 好好摸的啊 你知道其實龍貓最早 是不是可以用來做皮草 但是 對啊 就是太殘忍了 因為牠們太可愛 而且其實如果你要做一件衣服 就要殺很多隻 對啊 對啊 所以在環保意識抬頭之後 就有很多在國外的繁殖場 被抗議去丟雞蛋 所以牠們就把龍貓改成寵物市場 所以這些都是突變出來的 專佛寵物市場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一般人要入手龍貓的話 一隻是多少錢 好像這隻是標準灰色 但牠又比較起正義手 因為牠是捲毛 牠的毛不太一樣耶 對牠是捲毛耶 這也都是人工突變出來 那捲毛龍貓其實 因為是比較特殊 否則如果一般 牠的臉就有點像老鼠 因為牠是比較偏一般龍貓 但是捲毛又比較稀有一點 所以捲毛稍微較高一點 可是如果是一般龍貓 可能像這樣子 可是牠長得像老鼠啊 兩萬左右就有 兩萬左右就有 但那隻白鑽啊 你幹嘛花兩萬買老鼠啊 那隻一百萬 一百萬 太貴了吧 一百萬 雨昕 雨昕不要抱了 不要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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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她少一根這個鬍鬚 等一下妳是 妳真的花一百萬買喔 那是我自己生出來的 可是如果妳要買花生 妳自己生 不是我啦 不是我本人 牠就說你生 比那個種樂透還難啊 因為牠要四個顯性 其實都變隱性 可能一般人如果 搞不清楚 我可能就覺得 白的黑的而已嘛 但牠其實叫白鑽 然後一般的白鑽龍毛 身上可能會 對 鑽石的鑽喔 所以牠如果在燈光底下 牠的毛 其實是有點透透天使光 那一般的白鑽 像那個北極熊那樣的嗎 對對對 但是一般的白鑽龍毛 可能身上 還會有一點點的雜色 牠是全白 所以妳那隻白色 等於就跟一個 明貴的包包一樣耶 是啊 這就意思啊 開車了耶 可是妳要知道 我有一個貴婦朋友 我曾經我跟那個貴婦朋友在聊 我就說 我實在不明白你 花一百萬買一個包這樣 然後牠就說 我也不明白你 花一百萬買一隻老鼠 我說OK 我懂了 對 我懂了那種愛 每一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對 可是像妳14隻 妳不可能養在家裡面嗎 我的確有 特別租一個房子 在專門養龍毛 然後我有請個小助手 很棒嗎 所以14隻都是 百萬 50萬以上的嗎 對 因為我自己都從國外進去 就是我全部都是從 這開車超大的 這比我大學住得還好耶 我會不會住裡面 而且還有20度冷氣耶 對啊 沒錯 非常涼爽 所以夏天在裡面 還要蓋後棉被喔 所以裡面一直都有小助手 幫我就是照顧牠們 對 就會顧牠們的起居啊 然後放風 輪流放風 妳薪水是很高是不是 還好啦 就是都在吃土這樣 我就說 本人 主人住貧民窟 然後龍貓住豪宅 而且妳今天要幫哪一隻洗澡 三隻都可以洗喔 是不是要來看一下洗澡秀 可以嗎 在那邊 我直接把牠放過去喔 好嘞 不是水 不是 牠們只洗沙子澡 因為牠們的毛太密了 所以 牠們在幹嘛 牠會自己轉圈圈嗎 就是很療癒吧 很像在裹粉要下鍋炸 要炸 牠知道自己在洗澡喔 牠知道啊 牠們超愛洗的 我以前找不到龍貓 就敲洗澡盆的聲音 牠們就自己跑出來 好可愛 對 牠們超愛洗 牠們非常愛乾淨 怎麼可能塞得下 可以喔 牠們有軟骨弓 這樣會乾淨喔 會 牙通牙 牙通牙 那牠們出來之後 妳要幫牠們梳毛嗎 就稍微拍一拍 然後其實我也有梳子會梳 可是我就不在這邊梳了 所以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啊 火山灰 那火山灰會不會又是很高的下限 其實還好 這個還好 火山灰是還好 大概可能一袋一公斤 可能就一兩百塊 對 所以還好 而且牠洗澡的量其實也沒有很多 那還好 我們養火山灰好了 養火山灰 你用火山灰洗澡啊 好 每天用滾 然後出來就拍一拍就好了 就好了 其實牠就有點像那個 頭粉油的時候 那個乾洗頭粉 洗頭粉 對 因為牠基本上會把油脂帶走 然後也會把裡面 身上的小細灰 細灑一些 然後味道也會去掉 對 然後甚至如果說你擔心牠有 容易會有皮膚病的話 如果啊 其實家裡比較潮濕 有一些火山灰是有 預防細菌 黴菌的效果 其實龍貓的價格還有很重要 是看牠們的外型 看牠的品項 就是如果臉越圓的 因為可能也是還是有些人 會覺得比較接近老鼠 所以臉越圓的價格一定會越高 對 因為尖尖的就是真的像老鼠 對 所以基本上牠 一般龍貓沒有那麼不平易近人 其實一般龍貓大概一兩萬啊 或者是五萬塊以內 對 謝謝龍貓 謝謝 謝謝 歡迎第二位訓練師 幽谷 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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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可以下樓梯嗎 牠會嗎 牠可以 牠可以 來 牠看起來 幽谷 你好 你好 牠非常好 牠是什麼豬 牠是芭麻香豬 不能拿來吃的是不是 可是在廣區牠是吃的 可是台灣就是蟲族這樣 牠現在是幾歲 我們永遠看不出來 牠現在是四歲 然後妳是從牠剛出生養到現在嗎 對 牠剛出生兩個月的時候 大概手 我的手就是這樣子 牠是可以抱得住 小說很可愛 對 很可愛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牠們說 因為牠的簡稱叫小香豬 小香豬 對 然後牠身上有特別的香味 妳就幻想說牠就是一直這麼小 是不是 可能就是 好可愛 這個小的時候真的好可愛喔 對 兩個月的時候 結果牠們長大的時候 妳有沒有覺得說 怎麼這樣啊 就是覺得 牠走心了 牠走心了 妳說過 不能是 對… 沒有 其實我還滿期待牠可以很大隻 因為我… 還要更大隻喔 因為我常常會看一些 追蹤國外的一些豬 然後他們就是 主人就會躺到牠那個豬的身上 我就覺得好貼心 就是有那個免費的枕頭可以躺 所以豬是喜歡被別人這樣摸的嗎 牠喜歡抓藥 是喜歡抓哪個部位 就抓這邊嗎 真的啊 所以牠不會突然攻擊我吧 不會…你可以抓牠這邊 好… 很硬喔 對 牠的皮是硬的 所以吃起來… 因為妳摸完龍貓在摸牠應該 對… 突然出起來 怎麼這麼不療癒啊 但是牠鼻子還滿… 牠鼻子好軟喔 我的媽 對 牠最軟的地方 好噁喔 對… 主人還在 你自己怕 不是… 你自己摸牠鼻子 你自己收過不能那個的 你自己摸牠鼻子啦 好軟 好濕喔 好冰喔 對 牠鼻子很軟 牠的眼神為什麼那麼老成 牠以前眼睛是很大 牠以前年輕的時候 就是感覺很… 就是不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 對 可是牠現在就已經厭世了 看透了 看透了 你看牠的眼神有多厭世 可能就是這種豬好像長大 都會長一些皺紋 就代表牠是真的純的吧 可是妳平常會遛牠嗎 在路上 會 我會帶牠去 我會特別找 比較沒有多人的時段去遛牠 因為我只能帶牠出去 然後就會很多人問 就會問我一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牠多大 牠幾歲 牠吃什麼 然後公的 母的 就要一直講 對 就是多到我真的很想 那牠公的還母的 牠是母的 對 然後多大 四歲 可是牠真的有個味道耶 香香的嗎 我會說 那個主持人你可以聞牠的頭 因為牠的頭有豬血湯的味道 保證你不敢再接牠 真的 我會說 你們問看有沒有豬血湯 有 你聞這邊 我這邊就好 太遠了啦 有聞到了 有 不可能 怎麼可能 真的 真的 而且還是有加韭菜的那種 豬血湯耶 你自己聞 真的有喔 你聞好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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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有 那個皮的油味啊 對 但是牠這邊 真的會有那個味道 然後 我知道 因為以前我們家養米格魯的時候 我拍牠屁股會有那個 那個很高級的那個豬 找出來那個都 松露 牠會有松露味 米格魯有松露味喔 米格魯 你打牠屁股會有那個 太奇怪了 吃那個味噴出來 太奇怪了 我們先有發想像 還是妳平常都餵牠吃松露 沒有 牠就是天天的松露味 你這個還好啊 我沒有聞到什麼東西 真的嗎 有 真的味道很重 因為我會 你的豬的味道 對 而且牠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因為 我這次我第一次看到 就覺得很那麼近 你聞牠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聞到耶 真的嗎 可是妳鼻塞啊 真的嗎 可是牠為什麼會穿這個衣服 這是我們的族服 因為牠的名字叫歐乃 對 然後因為我是賽德克族 所以我就把牠的名字也取 我們賽德克族的鼓調 然後這個衣服也是我們的 就是族裡的那個傳統的布料 那妳會把它戴到部落嗎 會 因為部落成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呢 我才會 才會就是給牠用這個衣服 就是大家當作一個 這是有人的喔 對 這是我的喔 這是我的不能吃牠 而且牠是唯一 所以真的有部落人試圖殺牠嗎 沒有 就是試圖拿捏到這樣 唉 這樣子 不是 那這是開玩笑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那牠不能過萬聖節 牠如果戴那個頭上有刀的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可以去吃牠了 那牠皮 牠是會發脾氣的嗎 如果是在外面的話 牠的脾氣非常好 然後如果是在牠自己的家裡的話 牠就會有一點攻擊性 因為牠有那個 攻擊性是哪一種攻擊 因為牠有地獄性嘛 所以你如果到牠的無窩的話 牠可能就會就是 頭往下這樣看 就是可能 會發出聲音嗎 不會 牠可能就是 就是做事要 就是做事要衝 妳說只是這樣子 對 就是做事要衝過來 可是這真的會衝嗎 會 牠會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朋友來我家了 也太多了吧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很多人想說 我吃天然的食物 我吃菠菜 我吃紅蘿蔔 來補充葉黃素 沒錯這個觀念都非常正確 問題是 你知道這一堆的紅蘿蔔 大概300根 它其實只能萃取出3毫克 金釀小子22毫克 對 22毫克是這邊的六倍 所以 哇賽 這麼多的紅蘿蔔 都不足以我們金釀小子當中的 22毫克的葉黃素 市面上很多一份量做到什麼 5毫克 6毫克 對 它沒有錯 因為它是胃腹部一日的標準 對 但是我們的用眼習慣很差 對 我們一定要補充爆量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需要22毫克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一樣的錢 這個 金釀小子CP值真的很高 因為它一顆 就可以抵別人的兩顆 原價5280 對 那今天三合只要 我們要問妳有男朋友嗎 就是 也喜歡人 那他知道妳有養豬 知道 他OK OK 可是他不喜歡妳嗎那個人 蛤 妳說那個男生嗎 對 我沒有跟他說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 妳豬養得到 不跟他講 那就沒事了 兩馬子是吧 就是 一馬妳怕他會嚇到 還好吧 就想說 就想說隨緣這樣子 是工作夥伴嗎 對 工作夥伴 所以妳是做什麼的 我是人民歌手 所以他是妳的錄音師嗎 還是 不是他錄音師 妳愛妳的錄音師 是誰在告白裡 怎麼啦 怎麼啦 一看就知道 黑色衣服的 妳沒有跟他講 妳喜歡他 我現在講 好強喔 好突然喔 妳知不知道他喜歡妳 其實可以隱約感覺到 那豬滿喜歡我的 但是 但是你故意中 都不知道是不是 對 因為 因為平常不會想太多 就覺得說 只是就是幫忙顧一下這樣子 那他今天已經在大家面前 就是公開說他喜歡妳了 你願意接納嗎 所以現在一定要決定 對啊 他想認真考慮 可是因為 聽說那個賽德克組 他們就是結婚都要準備豬嘛 對 然後我現在就要認真考慮 不要準備擠頭豬 我再決定這樣子 好啊 這是有機會的意思囉 對 就是說 我覺得應該是 還不錯 還是說妳有女朋友了 沒有 我現在還是單身這樣子 你是不是也在喜歡他 好啦 是 太誇張了吧 豬剛剛嚇到跌倒了 真的嗎 他的口水嚇到跌倒了 剛剛一叫 直接一個 立舞去 那既然這樣的話 兩個人進來 首先是手牽豬出去 來了 來了 好突然的 好突然的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做球有沒有 有 直接 太突然了 來 你趕快自己 你們兩個一起牽著豬 然後問 所以怎麼稱呼你 我叫Zak Zak Z-A-C-K 所以從今天開始 可以跟第一天交往嗎 就在這個舞台 要不要牽著手 等一下 牽豬就好了 我們先牽豬開始 兩個人一起牽豬啊 一人握一邊 好 一人握一邊 然後一起 一散步 一散步 妳帶她回位子上來 好 但是豬不配合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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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來 你太煩罰了 我們前面真的好多元喔 真的 我們已經在介紹奇珍藝獸 好感動喔 結果突然連移起來 好感動喔 好多元喔 太對 唱成CP了 好感人喔 好感動喔 好 還有什麼 好 接下來要歡迎到 第三位訓練家 素三鳥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What 這是什麼 What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不是 不是 她的動作是合理的嗎 首先這個 這是幹嘛 這是她的尿布 她有尿布 對 她有包尿布 所以她不能走路是不是 她能走路 所以她感覺是雞 但是是什麼雞 她是火雞 感恩節吃的嗎 對 但是這個不會拿來吃 為什麼 因為她是我的寶貝 可是說要吃也是可以是不是 對啦 她是台灣就是那個 這是標準的 感恩節會吃的 沒有你們火雞肉飯上面那個 就是她 所以雞有人性嗎 我覺得有耶 就是我叫她 她會過來 妳叫她飯 妳叫她飯 菲菲 然後現在不想理我 太快否定自己了吧 她叫什麼 她叫什麼 菲菲 對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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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怎麼回家 快到了 妳再不看我一眼就完蛋了 好可怕 菲菲 她不知道自己叫菲菲 她其實知道 她不知道 她要看星星 她是因為她在外面 也可能 所以妳到時候 怎麼會想要養火雞 一開始其實 其實是想要養雞的 然後去寵物農場的時候 剛好他們有賣火雞 火雞更大隻 所以我就碰巧 所以妳就是想養一隻雞 對 公雞母雞都可以 因為我本來在 就是香港老家 我也是養鷹母啊 八哥之類的鳥 那種大鳥 型類的 然後來到台灣 就想要養更大隻的鳥 所以妳家裡 就一隻這個火雞 對 現在目前只有一隻 所以她小時候 應該很可愛吧 沒有禿頭 現在長大了 就禿頭了 小時候頭是有毛的是不是 有的 現在就只有那一點點 她小時候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毛 也沒有毛 所以她比較多 所以她一定要每天穿尿布 不然她會亂噴石 亂尿尿 對 因為群類 就是鳥類 大部分都是不能控制的 因為牠們要減輕體重 是 所以牠一定的量 牠就會自己排出來 那妳可以訓練牠什麼東西嗎 比如說握手啊 或坐下 比較難 她沒有才藝 沒有 沒有 她沒有才藝 遇上是幽谷 牠養了豬 牠就不吃豬肉 那妳養了牠也不吃雞肉嗎 對 我不吃火雞肉 我剛剛 一般的雞肉妳還是吃到 我剛剛中餐還吃這個雞腿飯 沒有沒有 剛剛因為妳 大家看到錯何感想 牠其實沒有耶 這也是牠的同伴啊 然後你們剛剛也有火雞肉飯在旁邊 有嗎 不是我們是中餐嗎 中午飯 對 然後妳就沒選 那我明明知道今天會有火雞本人來 你們還點火雞便當 沒有 你們拘著什麼心啊 我們什麼時候吃過火雞肉飯 我根本沒吃過 為什麼偏偏是今天 然後你們的同事進來 然後看著火雞肉飯 然後看著我的火雞 然後我就說 可是太新鮮 要料理很麻煩 還拔毛 所以火雞肉飯好吃嗎 可是而且妳還有個身分是插畫家是不是 對 那妳是畫的內容都是什麼 主要是分享自己跟火雞的生活點一 然後還有就是 這是 是漫畫的 對 類似 這是講他 就是我剛好坐在中間 然後剛好他飛上床的時候 他拍到我的腰 然後我就覺得好痛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分享一些生活趣事 對 他喜歡被摸嗎 他其實看心情耶 你要過來嗎 可以摸他嗎 可以啊 其實可以嗎 唉唷 他是不是想飛 摸那裡耶 超細喔 因為那都是豬的那個口水 你確定他可以抱嗎 而且為什麼要抱成這樣子啊 他也要反抱是不是 對 因為平常我幫他剪指甲 我就放到大腿上 鋪起來一定很好吃 對 真的很好捏 肉質很好 不過我的獸醫說 他還是比較小隻一點 然後獸醫說 再大隻一點再滷 他說現在賣去嘉儀賣不到好價錢 可是你摸摸這邊感覺很好吃耶 好嫩喔 很好啃啊 新鮮的 不要在家嚇他了 好可憐喔 好 歡迎你喔 謝謝 下一位寵物訓練師Ricky 嗨 Ricky 你好 蕾子姐好 你怎麼啦 喂 我 我 這什麼 這是馬達加之下島的蟑螂 我起雞皮疙瘩喔 才說今天沒有蟑螂 不要告訴我 牠會飛 牠不會飛 牠已經退化了 牠沒有那個翅膀 所以牠是標本是不是 不是 不是 牠活的喔 好大隻 牠爬得比較慢 可是說實在 牠其實牠的殼這樣 有一點像是那種蟑蟲 那個什麼 蟑蟲嗎 蟑蟲類的 就不打 對 因為牠們其實蠻可愛 而且牠們 牠們那個公母分得出來 牠們公的話 你看牠這邊有兩個 像眼睛凸凸的 像是胸腳 那牠這就是公的 母的話就比較不明顯 對 所以我們一般人的家裡 不可能出現牠們兩個 不可能 因為牠們是在馬達加之下島的 一個張覽 如果有要趕快揚起來 等一下牠們一直 那是牠們發錯的聲音嗎 沒錯 牠們會叫 剛才那個聲音 因為牠剛剛我一直聽那個 對 牠們遇到危險的時候 牠們會威嚇對方 牠們就會噴那個 有點像是噴出氣的感覺 所以牠們現在在威嚇誰 可能牠現在覺得緊張之類的 你有女朋友嗎 目前單身 但我之前 腳往過的對象 其實都是 同意我養這些東西的 真的嗎 你家人也同意嗎 一開始是我是養甲蟲 然後牠們就覺得還OK 甲蟲OK啊 甲蟲可愛 那後來就慢慢就是 一點點的一點點的帶一些 就是像我養 變態感 蝎子之類的 蝎子我OK 還有一些毛蜘蛛之類的 毛蜘蛛也OK 對 然後慢慢 有點像是慢慢讓牠們接受 那我媽一開始是 是看到就有在說 不要再養這些東西 所以蟑螂你一共養了幾隻 我其實還有其他物種 我還有帶來 那馬達的話 其實我養兩鄉 兩鄉 兩鄉 這隻貴嗎 其實馬達沒有到 牠滿平價的 對 牠有一個好大的聲音喔 那比如說這一隻要多少錢 通常一對的話 可能就是一百左右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外面還有一箱是 那就是我其中一箱 我今天有帶來其中一箱 這有點像家長了耶 這兩種的話 牠都是印度來的 那牠是有點像瓢蟲的感覺 像這個 牠會誰呢 牠會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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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隻已經長大了 那牠小時候 這個滿漂亮的 小時候沒有這些花紋 牠叫骨牌肥蓮 然後牠的那個紋路 有點一點一點 有點像骨牌的那種 這個比較不像蟑螂 然後這個 這個跟牠有點像 這個呢叫做問號肥蓮 問號肥蓮 對 也就是問號蟑螂 因為牠的上面 問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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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牠的這邊有一個像問號的符號 所以其實牠們都不貴對不對 不貴的是剛才那個馬島 那這些話 這些就看似要 一隻要多少 通常都是一組一組的啦 一組是公母是不是 一組的話可能好比說 比方說五隻一組這樣子 一個set 對 我會分 多少 大概可能五百到一千桌的 所以你有把牠們 就是跟家長放在一起過嗎 我完全不會 家長會共 家長牠們可能會有一些病菌 對 因為牠可能會在水溝啦 或者是可能噴灑手機 那那可能就是會影響到環境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養家長 我不要 牠會怕 因為我怕爆 那完全不行 怕爆 這很漂亮啊 對 還有不同的 你看這個很可愛 家長那個背 翅膀展開的時候也是很霸氣耶 就是牠們會飛起來 我完全不行 你看到家長 你會堅強地跑走是不是 我可能會想盡辦法把牠殺死 結果你一殺 然後發現其實是家長 是你的那個 跑出來 應該很明顯 應該很明顯 我覺得你穿得還比較像魔術師耶 你好像不像養蟑螂的人 我就是本業就是表演魔術的耶 蛤 你今天是要QR表演魔術嗎 對啊 你有準備嗎 我今天其實是世主的身份 但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我是可以想想看 我是不想看 你是想看的 來啦 直接來了啦 那筆剛來想看一遍 那不然 不然這樣好 這筆幫我拿一下 你很漂亮 然後我這邊有準備一些卡牌 我也是撲克牌吧 不會不會 就是一個空牌的卡牌 對 然後這是手卡嘛 那這個手卡很好用 有時候就是遇到心儀的對象 其實可以寫一些小卡片給牠們 對 然後我就像是 可是寫紅字好像不吉祥耶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畫就是我可以畫圖 可以畫圖 然後我可以給S姐這樣子 一個愛心 好 愛心 好 然後幫我拿一下 對 然後 這愛心 先讓牠乾一下 然後我在後面也做一個署名一下 簽一下我的 Ricky的R 這邊 好 這邊 OK 那S姐我要把這個愛心 心意送給你 你可以借我現在的手嗎 好 那這裡呢 不會有蟑螂 有蟑螂 真的 嚇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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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啦 嚇到啦 沒事啦 嚇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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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完了 對 打他啦 你要打 你本來是火術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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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嚇人的人啊 開個玩笑 開玩笑 而且你沒接到 你反應超快的耶 因為我想說 不會是蟑螂吧 結果你真的很無聊耶 你自己搬下去啦 蟑螂還被我發現 真的 被抓包 好啦 謝謝Ricky 好 謝謝 歡迎下一位 炫煉家 波大 好帥喔 好帥喔 天啊 這是老鷹嗎 對 力次鷹 所以剛剛一直在大叫的 不會是他吧 叫一次而已吧 有一隻 叫兩次啊 有 兩次啊 肚子是他嗎 肚子是他 他肚子餓了 我有聽說過養鷹的人要 他會咬人啊 不會 可是他會啄人吧 也不會 其實老鷹的嘴巴咬得沒什麼力 因為他吃肉是軟的 可是我有聽說過養鷹的人 要讓他 站在那個主人的手上 要有一段時間 那種是野生的鷹 野生的鷹 人工從小養大的話 其實如果從小教 就 就是比較強 就比較自然而然 所以野生的鷹是 要怎麼樣訓練 讓他站在你的手臂上 就是要跟他 好 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鷹其實很敏感 就是他容易緊張 然後野生的話 就更容易緊張 所以這隻鷹是 沒有攻擊性的 沒有 可以摸 從正面 一定要從正面 直接摸 好軟喔 他很大膽耶 他太脆克配色了 對耶 他跟你配色一模一樣 所以他頂多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 所以這次 你為什麼會想養鷹 從小其實就很喜歡鷹 然後但是我不知道可以養 是有一次我去買雞排 結果雞排店老闆養了一隻 我那時候問他 我才知道原來台灣有開放 五種可以養的 哪五種 利刺鷹是一種 然後紅尾狂 油準 紅圓 然後跟蒼蠅 油準 應該是有攻擊性吧 其實五種都有 都是猛禽 那你剛才說他沒有 不是 看怎麼飼養 就是每一種都可以 把他養得有攻擊性 也可以養得沒有攻擊性 所以你可以訓練他去攻擊敵人 敵人沒辦法 但是可能 敵人的寵物可以 沒有 我在那邊笑 你怎麼那麼嚇 瞎 所以你說他的嘴 不會什麼痛啊 什麼什麼 但是他如果攻擊起來 還是會痛嘛 茵茵其實要小心的是他的爪 不是他的爪 爪很利對不對 對 他的爪抓到會受傷 但是嘴的話其實還好 所以你才需要戴這個手套 對 所以你手套拿下來不會 對 他一直在看我的手套 他那個 你真的耶 他嘴巴打開好可怕喔 你手套拿下來不會 就是已經有很多血痕 其實平常我常常 常常在幫他直接站手上 他平常的話他不會出力 是被嚇到或說受到驚嚇 突然就可能會爆衝什麼 那種才會處理 你手上有傷嗎 沒有 沒有啊 假手 假手手都不見了 家人都喜歡他嗎 還滿喜歡的 我沒有遇到什麼 家庭革命的那種劇情 那他有人性嗎 人性嗎 怎樣叫人性 我覺得他比較像毛 比如說你叫他會過來啊 會 會 我叫會 但是別人叫不一定會 你試試看 他已經叫我手上了我 那你就不能 有別的方式示範嗎 要怎麼示範 如果說讓他 停在那個椅子上面 然後叫他會來嗎 會 只是因為這邊 今天比較多寵物 怕有危險 所以我還是不要這樣做 他有那麼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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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其實每天都會 就是我每天都會帶他去飛啊 所以好像有跟我拿影片吧 有飛翔的影片 對 他起飛了 起飛了 起飛了 在哪 在哪 在 喔 喔 哇 他是任你的哨聲嗎 還是所有的吹哨之他都會 哨聲只是提醒他叫他要看我 他是任人 他是任人 在這邊 在這邊這樣子 對 還有手套 那他會跟你撒嬌嗎 譬如說就是清濁你的臉啊 什麼的 跟我不會 但是跟我老婆會 他跟我老婆其實比較親 那他吃蟑螂嗎 野生的可能會 但是他 我沒有餵過他 你要不要試試看 先不要 火雞他也吃吧 沒有 他通常他們實際會比較小型的 大型的不會 所以豬他就吃不下去 他也 他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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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婆 好帥喔 其實真的蠻帥的耶 真的 真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是每一次養寵物 就像是 像我沒有 我現在沒有養寵物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沒辦法想像有一天我跟牠分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跟牠培養這麼久的感情 但有一天 對啊 你們有解釋這樣嗎 其實我從小有一個把過來的想法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小動物 然後很多人跟我講說 很怕跟動物分開 動物的壽命永遠都比人短 但是 其實如果你 可以給牠們幸福快樂的一輩子 我願意用我的傷心去換牠一輩子的幸福 我會講 我一直都這麼想 對啊 你這樣想就很正面的想法 對啊 現在已經有比較訓練我自己 就是因為我也比較大人了嘛 那我就覺得說 好沒關係 我就是盡可能的照顧你每天 讓你每天就是過得很健康 然後還有 因為狗狗 我養的是狗嘛 那狗狗牠可能沒有健保啊 然後加上牠不會講話 所以就是 像除了平常吃的東西之外 我就會給牠們保養品 對 那其實牠們吃的保養品 可能都還比我們吃的貴 或者是更好 對 那像我之前就是有常常吃 一個很百年日本大腸 那那個是大家一定都知道 然後我發現 是人吃的 對 人吃的 就是牠是芝麻素 一講大家都知道 對 那其實很久之前 我在IG 就是Follow很多日本的主人 我都會去Google這種 就是有什麼好的 我就想買 那時候就是有看到 牠已經有出一個毛孩系列 可是那時候台灣都還沒有 那現在台灣有賣了 對 那我今天也想要 就是正好分享 我剛剛有在跟牠聊 就是想要帶來分享給大家 好耶 這是你的髮豆嗎 對 這是我兒子 對 這是我兒子 很可愛耶 很可愛耶 看一下一直這樣子在看人家 對 牠這樣滿滿 那我這次帶來的呢 就是這個日本毛孩系列 然後其實它有三種 一個就是芝麻素 然後魚油 還有毛孩的葡萄糖胺 就跟人吃的一樣 對 吃的一樣 好猛喔 然後像我兒子現在 我自己有吃嘛 然後我兒子現在有在吃這個 我媽就有說 就是我都不孝順 沒有買給牠吃 然後我兒子吃這麼高級 髮豆牠呢 因為骨骼的關係 牠們下半身下盤重 然後呢 所以其實牠們是不能這樣包 對 然後牠們比較容易 會有肌肉啊 關節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 就是這類的問題 那像牠現在就是有吃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就是幫助關節 幫助牠的肌肉 那像牠之前會跳上跳下 然後牠非常容易就是 就像好像沒事 突然之間自己轉一下 可能就尖叫 然後我就嚇到嘛 帶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是有點類似這樣 很像在整腹這樣 然後就說 牠扭到了 這邊拉傷 這邊怎麼拉 像落枕那種嗎 對 對 對 然後就可能要紅外線 要針灸什麼什麼的 就跟人差不多啦 然後所以後來給牠吃 就開始很早 牠比較早 牠四五歲就開始吃葡萄糖胺 然後呢 現在就是跳上看牠 就比較少會有拉傷 或者是有什麼的那種 那種狀況 對 然後再加上說 其實牠這個 就是牠的很適口性 牠有一點牛奶的味道 所以其實牠是喜歡吃的 就是一般很多保養品 也不用藏到什麼狗屍裡面 讓牠這樣 對 就是其實可以聞一下 牠已經湊過來了 牠想吃 牠很浪費很多顆耶 等一下 快吃啦 牠很想吃 你看牠已經在吃 牠在地上牠不要 牠可以 聞聞看很香 很像牛奶就是狗狗喜歡的 好香喔 好好吃的感覺 對 牠可以吃幾個 狗會主動吃這些東西 對 不用強迫牠就可以吃了 不用強迫牠就可以吃了 然後其實主要就是 發豆最有名就是皮膚很爛 然後像這個芝麻素 其實真的就跟人的一樣 然後牠的主要就是針對於皮膚 你剛剛不是問我 你看牠這麼小 好可喔 你看看牠又 所以是好吃的耶 牠好像在吃糖一樣 對 然後芝麻素 好濃喔 皮膚 像牠以前 牠已經在發豆裡面 算皮膚比較好 可是牠是很容易長痘痘 就是一顆一顆 粉刺嗎 也不是 可是就真的這樣一個 像痘痘這樣子 然後肚子這邊也會有 然後牠就會去抓 然後有時候自己啃啊 就可能會不舒服什麼 牠持續濕這個芝麻素之後 牠呢很明顯就是痘痘就有變少 然後呢肚子上面紅紅點點也變少 那因為整個膚況有變好 牠就比較少抓抓 那當然就是精神比較好 也比較少啃啃 然後臉就比較沒有那麼紅 然後看起來狀態都很好 然後連醫生 就是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都有講說 真的皮膚油比較穩定這樣子 然後牠有一個這個就是魚油 其實就跟人一樣 那我家還有一隻年紀比較大 就十四歲 牠就是一定會吃魚油 就是針對腦部嘛 然後還有眼睛 真的牠現在有一點 牠現在真的有一點 牠年紀大了會 牠已經失智了 牠幾歲 我說我家那隻十四的 狗失智會怎樣 牠就是譬如說 牠有時候是會自己走走走 然後你就會 奇怪怎麼不見 然後你就發現牠就 在一個牆角站在那邊這樣 所以這個魚油就是讓狗不會那麼 對就是牠針對腦部的保養 還有眼睛 那我因為我自己有羊毛 對 好奇這個沒有狗不可以吃 因為我之前買的 然後我就要用 因為牠四口是沒有很好 所以我都要用那個槍打 樹罐的 宿舍藥的 每天是用罐的 所以牠更怕吃這種東西 對 其實這三種裡面 只有芝麻樹是貓咪可以吃 然後另外兩種就是 只是專門針給狗狗 狗狗吃的 對對對 但是芝麻樹是可以 貓咪可以用 帶過去給牠吃看看 好 牠現在就是跟人類的一樣 就是都是在網路上 或者是你可以打電話訂購 然後牠還有一個就是 每個月可以幫你固定宅配 所以你就不會忘記要買 你說跨道還出一點聲音 對啊 沒有 我姐家是那種 真的喔 對 牠是 牠沒有耶 牠有鼻樑 牠有鼻樑 牠叫你 牠叫你 你看就 幹嘛啊 牠在跟你講話耶 好可憐 是撒嬌啊 真的 是這麼好愛撒嬌 真的耶 牠真的吃得很好 所以所有觀眾朋友 如果想要跟就是 這隻狗狗吃得一樣好的話 對 也可以到布希蒂的節目官網 有更詳細的介紹喔 謝謝 謝謝 很讚 很讚 如果今天讓你一定要選一隻 現場的五隻裡面養的話 你要選哪一隻 一定要養一隻 Oh my God 是 請選擇 世界毀滅好了 反正世界末日大家一起死啊 對 妳這一直都不養喔 我們家已經有三隻惡魔了 好吧 不然你選一個你要養什麼 世界會末日喔 我選 我選那個龍貓 可愛啊 因為你不怕老鼠啊 對啊 龍貓比較 感覺比較親人一點點 不是 都在睡覺喔 很可愛 所以你們要養什麼 我也要養龍貓 龍貓 雨昕也養龍貓 蓋哥你要養 我都不想養耶 你跟我一樣嗎 我真的都不想養 這世界毀滅你也不 我不在乎 對 我要養滿滿 這樣很可愛 我也不要她 嗨 嗨 嗨 好啦 祝大家都長命百歲喔 什麼意思 我長命百歲 什麼意思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出發 壹 rises 出發